哈利運動員我是KC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做Alenia 意味著結束並開始新的段落 美國芝加哥唯一的一間米其林三星餐廳 就叫做Alenia 今天要跟各位聊聊Alenia的主廚 Grand Arcus是如何做到 唯有變 唯不變 故事開始之前讓我們看看 餐廳氣氛營造師打氣球的過程 hello?hello? 欸 仔細一看你會覺得怎麼有點不對勁 怎麼是廚師在打氣球呢 這道小點心就是Alenia的鎮店招牌之一 可食用氣球 運用特殊比例的糖以及天然調味 創造出可以被灌入駭氣的薄膜 再用青蘋果和葡萄做成的線綁起來 整個過程立馬讓你回憶起純真無邪的童年 他們可以在80年代或是8年代 當你送他們一瓶子 他們會馬上覺得孫兒 然後當他們把那瓶子撒掉 然後就像Micky Mouse 在一個米其林三星餐廳的餐廳 很厲害 這顆神奇的氣球也成為了 Grand Orchids在上廚神當道擔任客座評審時 送給哥登及其他評審的見面禮 但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頭 他送上了另一個鎮店之寶 也是打破所有對料理擺盤規則的 終極奇想甜點 巧克力南瓜派 這份料理在桌邊服務進行 用餐的客人就跟在廚神當道所看到的畫面一樣 服務生用著一致同步的速度做畫 一舉一動都是熟練但看似隨性寫意 真的像是專業畫家在畫布上揮灑創意 但過沒多久 當中心的巧克力被打破 就是眾人大快朵移的時刻 看完前面這兩道料理 你就能感受到Grand Orchids的料理是多麼前衛 狂想曲斑的創立讓他爭取到了 美國乃至世界頂級廚師的一席之地 像Archids這種運用大量科學技巧 或特殊玩食材方式的廚師 就跟英國肥亞餐廳主廚赫斯頓一樣 一般人將他們稱之為分子料理大師 但Grand Orchids並不是很喜歡這種說法 我們一定會使用科學技巧 但我們甚至不代表我們的餐廳 是種類的科學技巧 因為它感覺太科學 我們喜歡把我們的餐廳創造成情感 因為不喜歡自己的東西被稱作分子料理 他反而稱自己是進行式美式料理 總之就是一個說法大家能理解就好 當你看到Archids一定會跟我一樣好奇 這種充滿創意的人到底是怎麼被訓練出來的 這邊不得不提到的人物 正是美國料理界最偉大的那個男人 Thomas Keller 1996年10月28日 年僅22歲的Grand Orchids 來到了加州的法式洗衣店 據他自己所說 當時他走到了餐廳門前 看到了一位身子修長的人在掃地 他開口問 請問主廚在嗎 對方直接伸手向他問候 你好 我是湯瑪士 Grand當時以三廚的身份進入法式洗衣店 幾乎等於是最菜的學徒 他在那邊接受到了最嚴謹 最認真對待食物的熏陶 並且學習到作為一名廚師如何珍惜眼前的食物 並且把這個想法傳承給下一代 但幾年過去之後充滿個人主義 以及擁有躁動靈魂的Grant 開始認為走傳統法餐路線的法式洗衣店 無法容納他千奇百怪的想法 Thomas Keller感受到了他的想法 給他看了一本雜誌 裡面介紹的是當時堪稱全世界最佳餐廳的 西班牙前衛料理大師Feran Adrian的El Bolyne Thomas讓他過去西班牙見喜一周 然後師傅 Keller說到我一刻 我真的想要花一個星期在這間廚師 因為你的興趣 和你的尺寸 看來看過什麼在前面的 你去到那時候 當時是廚師的廚師 在這間廚師的最佳餐廳 所以有一個確定的 有一個確定的 有一個確定的 一個年輕人有一個年輕人 眼界大開的Archis在回到美國之後 確切的感受到自己的創意在法式洗衣店無法發展 所以決定離開他的啟蒙之處到芝加哥另屁天地 他在芝加哥的三叉戟餐廳擔任主廚的時候 被投資人向重 給他最大的權力以及資源開設他所想要的餐廳 2005年年紀輕輕但充滿創意跟拼勁的Archis 創立了Alenia 第二年就旋風式的拿下Gourmet雜誌評選的 全美最佳50大餐廳 07年在世界50大餐廳名列36 2011年拿下歷史最高的第6位 童年也摘下米其林三星 2008年在被譽為美國料理界奧斯卡的 詹姆士比爾得獎上面 Grand Archis與恩師Thomas Keller一樣 獲得了全美最佳廚師的封號 之後的某廠主廚高峰會他說了這段話 我已經22年了 我走進那間餐廳 我看到一位男人 最終會成為我的師傅 至此時 甚至覺得有點疲倦 說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看似順遂的料理之路 其實背後有一段非常煎熬的個人經歷 起初大約在2005年的時候 Grand意識到自己的舌頭上有一個大約0.1公分的小白點 幾位醫生看過之後都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是因為壓力大工作時間長 自己可能下意識的去咬舌頭造成的 因為這樣沒多想了Archis繼續工作 但舌頭的狀況卻越來越糟 範圍也逐步擴大 兩年後惡化到喝熱湯會劇痛 甚至味蕾都開始喪失 情況惡化到Archis在工作時 必須用口香糖包著那個部位 在這個時候終於有醫生確診他罹患的是第四期舌癌 不切除舌頭恐怕只能多活半年 面對這種晴天霹靂的宣判 自然是相當讓人難以接受 一邊是選擇切除與自己畢生置業息息相關的器官 他極有可能失去味覺不能說話甚至不能自主吞咽 另一邊就是坐著等死 這種看似奪魂劇情節的選擇真實在身上上演 已經找四家大醫院都得到相同診斷結果的Archis萬念俱灰 但在投資人朋友逼迫之下去了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 在場一共三名私職不同專業的醫生 共同得出了一個他可以保留八成以上舌頭 同時生存率高達八成以上的療程 這種翻轉前面所有醫生診斷的實驗性療程 當然值得一拼 在醫療團隊的努力之下 Grant開始接受為期數個月的療程 儘管中途有相當長的時間失去味覺 但慢慢的逐步恢復 身體中的癌細胞也逐漸減少 最後得以康復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置業 求新求變的Alenia也感受到了 不論資源與否餐飲界都面臨巨大的改變 很多人都不會再選擇冒著染疫風險去吃一頓 要費14小時20道菜的高級餐廳 外送外帶的需求也日益提高 因此他們也開始推出好懂的療癒料理 作為外帶的選項 以慢頓牛小排取代菲利的威靈頓牛排 成為Alenia第一個35美元招牌外帶餐 隨餐還附馬鈴薯泥肉汁配菜 甜點烤布雷和一支酒 我覺得真的超級划算 根本不貴 之後還陸續推出了各種不同的外帶餐 泰式咖哩非常火紅 其餘品項就連壽司便當都有 一年過後的現在 餐廳撐過最艱難的時期重新開放 外帶便當餐點的選項 仍然都可以在網站上面下訂單 但若是要真正感受到Alenia的魅力 自然還是要花385到425美元 不含小費的方式到現場用餐 不過我自己認為應該是相當值回票價 畢竟在那用餐你所能感受到的 不單單只是一份美味的餐點 更重要的是去體驗一場可以食用的驚奇之旅 真希望我能趕快打來疫苗早早上路 我是克里斯丁 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想看到我介紹哪位主廚 或者米其林餐廳的故事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